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那个时候 就这么默默地看着你 希望你也能看我一眼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自己是个隐形人 因为我害怕你在看到我的时候 我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高峰 那个时候你是我的整个世界 可是在那个世界里 我看不到任何的色彩 甚至你在我的心里 留下了一个大洞 我就不知道拿什么来填满了 我并不想说那些对不起的话 这些年我一直在学件事情 就是学会不去回头 那你就不要回头啊 别忘了 我也是你的过去 我就是过去躲在角落里的 那个小女生 渴望被发现的小女生 我就是你故事里的一个影子而已 没有名字 甚至没有面目 高峰 我求你了 你离我远一点吧 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老岡 老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叔 小方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在吃饭 怎么了 我刚才给浩宇打电话 是一个陌生人接的 他说他是警察 说浩宇好像出了车祸 什么 你不要急 忙过来 哪个是你们雷队 我是 你们是龙湾分局刑侦大队的吗 我是分改 你好 跟我来 什么情况 据现场母记者说 当时出事的车辆 是为了避让一辆摩托车 当然事故车辆的速度也非常快 地上没有刹车的痕迹 说明他倒是根本来不及刹车 而是直接打的方向盘 摩托 怎么了 那摩托车的 跑了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所有出入口的监控视频了 打开 是的 应该是没有喝酒 不过 还要看最后缺页里的酒精检测 还要看是不是毒驾 怎么 和你的案子有关 先拉上吧 雷队 无论如何在找当店的摩托车和那摩托车手 好 他走吧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谁 来 聊 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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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喂 石支队 不好意思 怎么管打扰你 我觉得昊宇应该是在英国发现了许佳桐一些秘密 所以许佳桐会这么做 快去问许佳桐 看着我干什么 问许佳桐 搞瘋你稳静一点 对着我干什么 你稳静一点 周浩宇是从上海飞回龙城 周浩宇和许佳桐是前天下午四点半从英国飞回龙城 但周浩宇又在晚上十点钟飞去了上海 昊宇前天从英国飞回来 他为什么飞上海 我已经让石磊查周浩宇在上海的行动轨迹 你好好想想 周浩宇出国前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你有没有跟他提议 许佳桐偷渡难过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许佳桐那事我 我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我说我怀疑龙兴集团利用BAT项目 进行资金外套 这个话我是说了的 但是他不信 因为 因为周浩宇喜欢许佳桐 我打过电话给他 他没有接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说了什么 流星BAT项目里面有没有 南国和海外华人的声音 此信息内容 不要让许佳桐知道 高峰 昊宇在英国的时候 没有跟你联系干吗 没有没有 从来没联系过 他手机呢 他手机里有没有什么线索 他的手机拿去检查了 昊宇从英国回来的 他为什么要去伤害 他为什么不用我说一声 你说 小峰 昊宇呢 昊宇在哪儿 昊宇呢 昊宇在哪儿 昊宇呢 昊宇在哪儿 别去了 昊宇在哪里 昊宇在哪儿啊 昊宇你冷静点 我要见他 我要见 昊宇 昊宇 在哪儿呢 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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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昊宇 马昊宇在哪儿 昊宇 我 昊宇在哪儿 昊宇 昊宇 放开 放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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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琳哥 進來 都顺利吗 顺利 你放心 如果冯凯他们问起的时候 就说昨天晚上 和燕子一起在看电视 你现在和燕子人说一下 好 彤彤 这是他的电脑 我们得知道 他到底了解些什么 我不能是 密码不对是吗 试试你的生日 你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笔记本 带密码锁的那种 当时啊你就设了高峰的生日 你怎么回事啊 童童 现在跟你说话呀真是 要滴水不浪 童童没在啊 他不在学校吗 你日子过糊涂了 我听人跟我说 昨天晚上看见童童和 高四海的孙子在一起 说他们俩还 特亲密手拉着手啊 要不要我现在带这个人 去长大小子好好收拾他 我会处理的 不是他都敢的 我说了 我会处理的 你忙你的去吧 是吧 达尔 让传逆消息的那个人 把嘴闭上 来 好 何校长 我想和周浩宇单独说话话 好 周浩宇 我是许佳彤的奶奶 许佳彤和高峰在谈恋爱吗 我跟你说话呢 你抬头看着我 好 进来 佳彤奶奶 发生这件事 是我们监管不力 对不起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的 侯校长 我让你这么做了吗 这事啊 对谁都不能说 好 不过你可以告诉我高峰的爷爷高四海 也别说我今天找过周浩宇 好 然后呢 然后 就没然后了 你把事实告诉他就行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好的好的 还有我孙女啊 马上转学到上海去了 有关的资料 请您帮我尽快办 侯校长 放心 虽然我孙女啊 转学到上海 但是 每年给你们的赞助费 我一样会给的 彤彤 当时如果换做你 也会这么做的吧 如果当时没有爷爷还活着这个秘密 你还会这么做吗 你说呢 明白了 这些都是什么 什么 他们黑进了 罗伯特公司的内部系统 他发现了南国天心国业公司 和英国莱瑞投资中介公司的资金网来记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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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 韩国天心国业公司的资金网络 现在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 只是做 现在吗 是的 现在 对对对 做的 你对对的 看着 可能 就算是 你去找个项目的 就算是 不算是 一数个就算了 陈东 怎么会跟冯凯他们远这件事呢 昊羽已经死了 我想这电脑你也会把它毁了吧 那那个黑客呢 你放心吧 即使黑客把一切都说出来 只要罗伯特删除了 我爷爷公司的注资记录 冯凯他们什么都查不出来 除非他们跑到英国去 我知道了 来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手 干嘛呢 高峰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吗 我也是才知道这个消息 你才知道这个消息 你再说一遍你才知道 别这样 疯了吧 谁家头 你放开我 高峰 你疯了吗 高峰 浩玥是为你杀的 他到底是为你杀的 高峰 住了 别淘汰了 你刚才撤到什么 这是医院 要吵去别地吵去 跟我们走吧 你们俩看着呢 别让她过去 学家都能给我停着 浩玥的事情 我会查清楚 你给我记上来 我会查清楚 你给我 你行了 走 走 走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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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我说你看到微信 空了以后给我回过来 但是她一直都没有给我回过来 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 我又打电话给她 也都是一直关机 接着说 一直到晚上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两天拖了挺多电话的 我实在记不住 这是我的通话记录 你们自己看吧 前天晚上十一点半 你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这么晚了 你给她打电话干吗 因为项目的问题 我在写一份报告 我需要一份会议纪要 我给她打过去 但是她给我挂断了 挂断是什么意思 电话打通了 但是她给我挂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又打过去 又关机了 当时我没有在意 但是之后 我给她打过很多次电话 都是关机 一直到昨天下午 五点多 我打电话打通了 可是她还是挂了 她为什么老挂你的电话 我们两个 在英国的时候在一起了 她一直喜欢我 可是在这之前我就跟她说过 我说 我不喜欢办公室练琴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她必须辞职 因为她在集团的职务 很特殊 这早就说好了她 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希望她可以尽快辞职 她说她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我答应了 所以她挂我的电话 手机关机我也没有在意 我以为她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以为 其实今天下午 五点半的时候 我是准备去东山银行 去包含通知书的 这是我跟沈航长约好了的 但是我去的时候 沈航长不在 而且他跟我说 包含出了些问题 所以 我想 可能浩宇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吧 你怎么知道周浩宇要去上海 前天晚上九点四十多 我给她打电话 接通了 虽然她没有说话 但是我听到电话那头 是机场广播在催促周浩宇登机的信息 是飞往上海的航班 前天晚上三十五个下班 没事 你是病人家属吗 他是我叔叔 这个人在极度伤心的时候 很容易激发体内的交感活性 使其敏感性增加 导致冠状动脉血管收缩 痙攣 引起心肌急性缺血 和心脏左矢 心肩成丘囊状 用血不能受阻 引重了 现在没事了 这类病没什么特效治疗手段 但是预后良好 也就是说患者 过几天或几周以后 自动就好了 无需治疗 好 外星的是我们知道他的发病原因 这类病的发病率比较低 患者就医时很容易误诊 我都跟院方打过招呼了 你交完费以后 把患者转到普通病房就可以了 放心吧 行 谢谢您 医生 不客气 跟老三 也就是韩世青 通过电话之后我才知道 昊玉有可能去上海 去找他当年的室友马杆去了 马杆是谁 他的真名叫安宁 大学的时候 因为在网上 传授黑客技术被开除了 一三年的时候 因为入侵了一家企业的内部账户 并且把他们的交易情况 发到网上去 被判了六个月 现在上海警方为什么通缉他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黑客 周浩宜为什么要到上海 去找这个黑客 我也想知道原因 周浩宜没让他妈妈把宝涵 发给香港的知恒 是不是发现了BAT项目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BAT项目没有秘密 我们经了计考验 你们可以去调查 马上给机场派出所打电话 确认一下前天晚上九点四十多 机场广播里有没有播过 催促周浩宜登记的信息 是 方队 怎么了 实施队 麻烦找一个人叫安宁 是个黑客 你确定 确定 确定 谢谢你 小赵 韩日清的电话是18937499974 就这样 已经确认了风队 前天晚上九点四十五分二十秒 机场的确拨过这则 催促周浩有登记的信息 准确的信息是乘坐飞往上海CA7809次航班 周浩宜旅客请注意 您所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速往二十二号登机口上飞机 你觉得呢 什么 徐家东的回答 到目前为止 天衣无风 刚才看见周浩宜的反应呢 没有异常 是 你可以先走了 那这段时间不要离开龙城 我们可能随时找你了解情况 好 可是沈行长扣着宝涵 不发给香港分行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听说 到了 我听说 我听说 有什么事 这些人 真的太不安 你了解了 我听说 我听说 你已经不知 你咋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什么要杀周浩宇 为什么 我说了我有办法可以说服他 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你除了杀人不会别的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你能说服周浩宇 高峰比周浩宇和你的关系更密切 结果怎么样 彤彤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这么做 奶奶不是杀人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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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要不要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 我相依然待会儿 我在外面 有什么事的话您叫我 你 你没事吧 郝鱼现在不在了 如果是事而来 总得要人照顾 放心吧 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喂 冯队 那队是我 麻烦查一下 周浩宇的遗物里面 有没有笔记和电脑 移动硬盘或者U盘 我会想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